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在南花的花苞期 要想促进花苞正常生长和发育 又不容易产生肥害 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可以给它在盆土里面埋上这个磨肥 磨肥的话呢 它是非常缓慢的释放 完全不会伤根 再加上呢 它就是高磷肥 可以促进这个花苞的生长 我们一年呢 只需要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有话也反映自己家里啊 没有这个磨肥 可不可以使用磷刷新甲促进花苞的生长呢 其实磷刷新甲呢 是可以用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好三个要点 首先第一个要点就是浓度 一定要适宜 不能够用太高浓度 要不然很容易产生肥害 我们至少要稀释1000倍以上 然后再来给你的南花进行喷湿 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 使用的这个时间的选择 一定要选择在比较温暖的时候 来给它进行页面喷湿 如果在低温的时候喷湿的话呢 容易产生肥害 因为它这个时候吸收不了 第三个要点呢 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磷刷新甲 在给它进行页面喷湿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好保护花苞 我们的保护方法呢 就是可以用一些袋子啊 或者是其他东西呢 套住这个花苞 然后再来页面喷湿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伤到花苞 可以让花苞呢顺利的生长 不管是用磷刷新甲 还是花多多二号这一类的塑效肥呢 我们都要注意好这三点才行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